绿色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餐桌上的坚持 也是地球公民的责任 让我们聆听土地的声音 用心守护环境 这里是绿色情报员 我是麦小田 国内市场这种可降解的 我们整个这种订单 确实就呈现一个爆发式的 这种增长的这种态势 今年起中国升级版限速力上路 生物可降解塑料跟着爆发性成长 因为各地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吸管 同时鼓励使用可降解的餐盒 塑料袋等产品 在减速浪潮下 绿色新制埋下哪些陷阱 生物可降解塑料真的环保吗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揭开真相 第一位是台湾零废气协会的创办人 孙伟兹博士 孙伯士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绿色和平的项目主任张凯婷 张主任您好 您好 张主任 生物可降解塑料被冠上绿色产品 还有天然材料这一类的宣传画术 到底什么是生物可降解塑料呢 生物可降解塑料呢 它这个相当于传统的塑料 它其实就是一种新鲜的材质 那它指的呢 就是说在一些很特定的环境条件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的一个材料 它可以在微生物的作用之下去逐渐的分解 然后转换成二氧化碳跟水 那现在呢 号称生物可降解的塑料是很多种 那每一种的来源跟化学结构 跟物理特性其实都不一样 那每一个可以做到 可以生物所降解的需要的环境跟时间 也其实是都不一样的 那么目前在商业上大规模生产 又有哪些种类呢 就您所知目前全球的产能大概有多少呢 生物可降解塑料 其实这个产业它已经发展大概20多年 2019年全球的这个产能大概是211万吨 它在这个限速的潮流跟这个趋势之下 它的开发跟应用呢 是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那它主要都被应用在一般消费者 日常经常接触到的一些塑料的用品 像是食品包装 塑胶袋 塑胶托盘 或者是饮料杯 或者是机管 这样子的产品上面 所以听起来大部分都是一次性的产品居多是吗 没有错 大部分是被应用在像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接触到的一次性的塑料用品 那我们以中国来看的话 其实它新版的减塑令呢 是把生物可降解塑料 作为绿色替代方案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是不是有可能连带的去拉动 这块塑料市场的需求呢 对没错 那我们知道说中国大陆的政策 其实是全面经用不可降解的塑料 那它其实相当于打开了 或者是建立了生物可降解塑料的 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市场 生物可降解塑料 末端要去做到分解 它的这个需要的环境跟条件 是非常严苛的 它需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才有办法真正的降解呢 通常就是要维持在一个高温 高湿 可能像是六十几度 然后湿度也超过百分之六十 这样子的条件之下 那维持了一段时间 大概要到一两个月 那才有可能去进行分解 那它在现实的生活环境里面 就是要有这个工业 或者是商业的堆肥设施 才有可能去提供 这样子的一个分解的条件 那但是呢 其实我们看到在台湾 或者是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在全球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像这样子的终端处理设施的 这个能力其实是非常不足的 还有非常大的缺口 孙博士 那么您又看到什么问题呢 我这边其实还有一点担心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现在生物可分解材料 已经很多很多种 比方说PHB 它这个东西 其实是生物做出来的东西 但是它本身的材质 它的胀力跟强力都太硬 所以它反而还要在里面混入PLA 但是它们两个的生物分解的条件 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PBAT 这个生物可分解塑胶呢 它其实是从磁化原料做来的 那它其实因为它本身的脏力 跟强力都太软太弱了 如果要做成保鲜膜之类的话呢 它其实还要加PLA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到 就是未来可能会有很多 就是这些生物可分解材料啊 它没有在完全的被实验全部证明 然后同时政策打规 还有一说认证 它们就开始用了 其实蛮反对生分解数 来当作回避限速令的一个方式 孙博士中国业者就嗅到了商机了 所以目前中国大概有36家公司 再建或拟建可降解塑料的项目 预计它的产能可以达到440万吨 非常的可观 去年呢 安徽的一个集团甚至宣布说 他们在2025年PLA的年产量 可以达到1500万吨 这样子的一个蓬勃发展的 生物可降解塑料潮 您看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会觉得有点担心 中国建树 他们的确没有把生物可分解塑胶 把它陷入限制范围内 首先呢 它就是占据到我们人类粮食作物的面积 第二个它会烈化土地 然后第三个呢 以台湾目前的情况来讲 大概90%的PLA的原料 还是进口的 也就是说你从国外进口 又增加碳阻值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算有 可以把它完全分解的措施也好 我们可以想象说 要一直维持很高温 高湿度 还有微生物的一个设施 它已经非常耗电嘛 其实它也就是排碳啦 那结果我们把它完全分解以后 变成二氧化碳跟水 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没有好处啊 孙博士我们知道 其实目前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二的 生物可降解塑料 它是依赖粮食作物作为原料 那么我们从前端的生产链来看 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粮食安全 还有环境的隐患是被忽略了呢 是没有错 还是以PLA为例啦 他们这个巨乳酸这种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公司呢 其实在美国 其实他们是用基因改造作物 也就是转基因的作物 对 也就是说他们的玉米呢 其实他们有基因改造过 就是完全不怕加零摘了 就是一种土草剂 他们就可以拼命地去撒人的土草剂 让玉米找得很好吃 然后这家草全部不见 但是这块土地被土草剂污染 然后目前也有人发现说 今天土草剂其实这一些昆虫的迁徙啊 或是生物多样性都会有影响 近年来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地 也逐渐地向亚洲来集中 那当中成长最迅速就是中国还有泰国 这是不是也连带地让环境污染 这样的问题一样是挥之不去的 在美国其实那时候引起渲染大波 就是因为抗除草剂这种Glyphosate 这种特别的化学药物啊 它可能会影响这块土草以后的其他的利用性 另外一方面也是有一些人发现说 可能跟人类的一些癌症有关系 张主任根据我们绿色和平的破解可降解塑料的研究报告呢 它当中指出呢 中国在2020年版的新版限速令要求 2025年底全国范围的邮政快递的网点 要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 如果快递产业呢 它只是一昧的使用可降解材料来代替 那么以现在现行快递行业增长的速度来看 到了2025年中国快递行业预计会使用将近500万吨的可降解包装 这当中其实都隐藏了非常多的环境危机在里头 没有错 消费模式过去呢 都太建构在 抛弃式这种用过就丢掉 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行为上面 那不管是在餐饮啊 或者是近年来越来越蓬勃的 这样子盲入购物其实都是的 所以我们一直提倡说 还是要从源头减量 那从源头要减量的做法就是直接淘汰 或者是改变整个产品的包装 换售跟物流的模式改成重复使用 这样子呢它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把它直接换成另外一种新鲜材料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张主任 那我们看到这一类的垃圾一旦进入焚化炉 或者是掩埋场 它可能衍生出哪些问题呢 如果会进入到焚化炉的话 我们都知道焚烧垃圾 它带来的就是空气污染 还有制造温室气体排放 会加剧一段气候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燃烧的这个上面 其实呢还有一个隐忧 生物壳降解塑料的产品 在制造过程中 还是要加上非常多的化学物质 那我们的报告呢 也有说一个针对欧洲那边的 生物基产品 或是生物壳降解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研究 就有发现说 有八成的受责产品 还有涵盖超过千种的化学物质 那有大概三分之二 更被特殊有毒的这个化学物质 它在经过这个燃烧之后 它所产生出的空气污染 这个遗力就更大 那如果知道 掩埋墙里面的话 产生的污染呢 其实就跟传统的塑胶是一样的 它还是有可能 溢流到一般的自然环境底面 那不管是在卫生上面 或者是在生物物质上面 所造成的生物的危害 也都是存在的 孙博士这一类的生物可降解塑料 进入回收系统 它是不是有可能 加速回收系统的崩坏呢 是是是 就台湾地区这边来讲 现在有430几家的星巴克 然后大概有进行5000家的7-11 它们的冷饮 它们的杯体 全部都是用PLA做的 但是问题就是在 它上面竟然还有 四合一回收的标志 它非常的容易就会去误导 大家这上面明明就写可以回收啊 但是呢 其实它是不行的 我们的环保厨 其实是也有研究过 用过的PLA 然后再去回收 然后再去造再生的塑料力量 然后它发现说 其实它的品质 就会变得非常差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所以孙博士 最近呢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呢 就撰文提出说 生物可降解塑料 应该要逐步被淘汰 如果我们要达到减塑的目标 您认为 应该要如何来规范管理 生物可降解塑料 其实啊 我是觉得说 它也不是说百分之一百坏 那去年底 还是今年初吧 其实欧盟 针对于生分解的 专家顾问小组 也有提到 生物可分解塑胶的一些建议 第一个 它如果是在正常开阔环境下 然后减量 重复使用 或回收都完全做不到的情况下 才去考虑 哪一些生分解塑胶是适合的 然后第二点 它们会支持说 在正常空旷环境下 能够完全分解的 可分解塑胶 第三点 针对消费者 那必须要完整提供 各类可以生物分解塑料的特性 它们是应该用在哪里 而不应该用在哪里 然后它们的最终处置方法 它们是不是真的在太阳下面 或者海里面 就会完全被分解掉 张主任就您所知 目前有哪一些国家地区 它们已经推动立法 来管理生物可降解塑料 在欧美国家 因为它们在进行材料方面 使用跟推广的比较少 那欧盟 它们在2015年的时候 就发布了这个循环经济的行动计划 它们也正在塑料 制定了相关的策略 大概在18、19年的时候 就已经禁用了 在海洋污染中经常常见的 一次性的塑料用品 欧盟的这个报告呢 也直接指出说 生物可降解塑料 它现在呢 在整体的使用上是有问题的 它缺乏这个市场管理的依据 那收费者认知不足 在欧盟呢 也缺乏相对应的费气物处理方法 那因此呢 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它是不适宜做推广的 接下来呢 它们会是在法规上面呢 去斟酌说 要怎么样针对生物可降解塑料 去有更全面 更严谨的法规规范 那另外呢 美国在洛杉矶 还有波特南市 已经有禁用 一次性的塑胶吸管 生物可降解塑料的这个吸管 也是属于禁用的范围 因为现在在当地 就是缺乏 中端处理的堆水设施 所以呢 现在这段 少数国家的一些政策 他们已经知道说 这个东西 其实对于 木端会带来的问题 可能会更大 也一直在政策上 是涨水推广 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听说 面对海洋 气料污染的 这样子的一个危机 采用重复使用的消费模式 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指导 没错 滥用才是塑料污染问题的关键 这里是绿色情报员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